我们常会听到别人讲说 你不要好像外劳僵 好像外劳僵是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他不是公民 可是他也为我们这个社会 做出很大的贡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最新一集的 财经Vocast 我是能杰 我是真风 我们其实今天要来讨论什么呢 我们要来讨论这个议题呢 其实是跟这个外籍移工的权益有关系的 对 因为吉伦坡市政府跟雪兰州政府也决定了 就是之后的Go KL Bus跟Smart Bus 就会跟外籍移工收费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是认同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可能对外籍移工 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真的觉得这是很不OK 大家的这个意识要进步 要跟上来好吗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歧视性的政策 就是说为什么要跟外国人收费 而没有跟本国人收费 但我们会觉得说不跟我们收费很好 我们有免费的巴士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说这些外国的移工 他们在这里他们赚的是辛苦钱 他们的收入也很低 那大概巴士本来是免费的 现在还要跟他们收费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涉及到歧视了 政府的说法就讲说他们没有给税 可是其实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其实我们所谓的移工 其实他是接触一般我们不接触的工作 比如说建筑这方面或者是 就3D工作嘛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没有人想到就是他接触了我们一般不接触的工作 他冒着生命危险他也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点点钱也不愿意给他们 也就是说所谓的福利方面也不愿意给他 还需要他们去给巴士费 其实曾锋想要做这个主题 就可以发现说在他冷酷的外表之下 其实有一个火热的心 而且这个还是蛮关心这些弱势团体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找到谁来谈这个呢 我们找到了唐南发 其实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其实他也不断的在研究难民以及移工的课题 还有这个东南亚区域的这些政治 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网络媒体当中 也看到他写了非常多大胆的文章 就大家都不愿意写的 不愿意关注的事情 他就非常热心也都想要来关注 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可以撇开一些刻板印象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叫他们叫外劳 可能叫移工会来得更好 那唐南发也会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会叫移工不叫外劳 那除了是一些基本人群之外 其实外劳这个字其实是有被污名化的 是我真的觉得说 阵风加入我们之后呢 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热血的这个议题 然后是关心弱势的议题 出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赶快把这个影片 从头到尾好好的看完 好不好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影片吧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来宾 可以算得上是跟他是网友见面 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其实有跟他连线过 但是今天真的很开心 终于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录影的现场 录影跟录影的现场 来跟我们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先来来欢迎谭恩发 欢迎你 听众朋友好 是那今天请你来呢 其实我们是要来聊这个关于 Go KO这个城市巴士 要分阶段向外国人收费这件事情 你也是一位这个 我非常敬佩的专栏作家 我常常都在看你的文章 每次看你文章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哇真的是都有戳中我心中的那个 愤怒点 或者是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用非常流畅的文笔写出来 所以今天就邀请您来跟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 我们先来聊这个一个Terms的问题好了 就是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 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要用怎么样子的这个Terms才是比较正确 我们等一下就尽量不要用外劳这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其实在马来西亚 是有带着一些歧视性的这个意思 对吗 对 因为这个词在过去几十年 我们的媒体的渲染之下 常常报道 比如说外劳抢劫 外劳 骚扰 女子外劳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字眼长期下来 它已经有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含义 其实不只是在马来西亚 像英文的 比如说Foreign Worker 这个字眼在很多国家 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负面的这个想象 就造成社会上对这一群 为那个社会付出贡献的人 产生很多的这种歧视 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在 过去几年一直在提倡说 我们用移住工人 就是移工 它其实就像我到国外生活 我到国外工作一样 就是说从他的国家到别的国家 然后去工作 我们给他一个比较尊重的称呼 人类的对群体的这种称呼 其实它是随着时代的演变 它应该要更新 要改进的 比如讲说我们知道在印尼 金纳这个字眼 华人在长期下来 它有了一种歧视性的字眼 所以你看到现在印尼的媒体 会说欧人中华 而不是说欧人金纳 因为他们要排除 以前在苏哈多时代 华人所面对的那种歧视 所以我们就将心比心说 有的社会也继续的 在字眼上歧视某个种族 或者群体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继续的用外劳 这种已经充满歧视性的字眼 去歧视为我们社会的经济 做出极大贡献的这个群体 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是一直鼓励大家用移工 当然我不会强制说 你一定要说不要说外劳 你很歧视 我不会一直去 这种很说教室的 教条式的 我只是说以我自己作为榜样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 我在日常对话的时候 我尽量用移工这个字眼 去让大家去了解接受 当然如果对方不接受 我也是没办法的 我们媒体其实大部分 也都还没有习惯的 使用移工这个字眼 我常常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 包括在做节目的时候 或者写文章的时候 都一定要尽量用外籍移工 我发现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媒体从业的 这些同仁们 还在用外劳 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稍微注意一下 除了外劳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包括是transgender 还是有人在用什么变性人 甚至有一些 这个自媒体创作者 用阿瓜 真的非常非常不恰当 我觉得至少我们自己 这个媒体从业人员 或者是在媒体界的人 或者是政府官员 都要稍微注意 那说到要注意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很多的政策 不要让它沦为是一个 所谓的排外条款 或者是歧视性的条款 这也是我们今天 其实要聊的这个主题 就是说 居然要向外国人来收费 同样的免费的服务 但本国人免费 外国人收费 这个其实是会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在利用 这个GoKL 城市巴士的 是这些外籍移工 他们的收入已经非常低了 还要向他们收费 这其实会不会某个程度上面 真的是造成了 所谓的排外或者歧视呢 这个非常明显的是一个 排外跟歧视的一个决策 我自己在很多国家生活过 我在英国也好 在德国 后来在泰国工作 在印尼工作 我都没有遇到说 有哪一个公共交通的决策呢 是排除外国人 或者是歧视外国人的 欧洲有的国家 比如像卢森堡 已经有全面的这个免费公共交通的政策 所有人都可以搭 我今天如果是游客 我去到卢森堡 我可以搭他的免费巴士 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人 到卢森堡打工 他们照样是用当地的公共交通 以前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学生是可以在我们那个区域 大学的那个 那个所在的区 那个州附近的地方呢 是可以免费搭公共交通 巴士地铁电车都可以 然后我的同学当中有人是难民 有人是移工 他们跟我一样享有这个福利 为什么呢 因为对德国政府来说是 你有缴税 你就应该享有我们的公共的福利 那今天马来西亚的这个 不管是吉隆坡市政府 或者是雪州政府的这个决策呢 没有考虑到一点的 就是说这些移工 其实在我们当中所从事的工作 都是我们马来西亚人不要的 对不对 3D工作 对 3D工作 又肮脏又辛苦 又危险 那他们的工资也是偏低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常常讲说 因为他们没有缴税 可是我们忘了 他们的工作 首先他们的工作 我们不愿意做 他是在替代我们 从事我们不愿意做的工作 哪怕你到一个咖啡店 去打包一包 那个服务你的人员 就是一个移工 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 那还有他们在马来西亚消费 他们有缴SST 以前他们有缴GST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们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雇主 可能也有帮他们缴付其他的一些费用 人头税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不能说这些人是完全平白无故来到这边 就是占用我们的这个福利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以这个角度去歧视 把他们排除在外呢 我认为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个做法 而且我觉得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之前说这些所谓的城市内的这个 Go Cal的这个巴士呢 因为使用的人不够多 所以班次就很少 所以就是政府没有办法就是大力去发展它 但现在这些外籍的移工的使用 或外国人使用这个巴士 它难道不是某个程度上去增加了它的使用率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更有理由去发展它 而且我会认为啦 如果你要收费的话 应该是像所有人都收费 这才公平嘛 这也是我的立场 我的立场是很简单 就是要么就大家都免费 要么就大家都收费 不要以国籍 你要以居民的那个身份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移工是他在雪州工作的 他在雪州有这个工作证 他的工作证是属于雪州这边的 那你今天雪州政府规定说 只有雪州人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雪州的巴士 那我可以接受 那我还至少你是平等对待我们跟外国人的 只要他住在雪州里面 我记得有一个国家 我忘了是芬兰还是立陶宛 他们的政策就是城市的巴士 是免费的只给当地的居民 你必须有居民证 要不然你就要买票 这是这样的我算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的是说 你把这些外籍工人就是画出来说 他们要给钱 我们本国人不必给钱 我认为这是非常歧视的一个做法 我们如果回头看 这个免费巴士的概念 最早是2012年谁提出来的 是当时纳吉政府提出来的 因为纳吉发现到说马来西亚 在市中心 KL的市中心 有很多的游客 有很多人在市区里面的穿行 他没有这个巴士 然后他当时这个政策是有点讨好的 我们叫做这个民粹性的那个政策 他就开始一设立就应该是四条线而已 然后雪州政府看了就紧张了 因为当时雪州政府已经是那时叫做明连执政的时候 他们就紧张了 他们就那既有这个东西 我们也要做一个让雪州的民众看到说 感觉上被比下去 对就比下去 他们就开始推出八达零市的这个免费巴士 也是让所有人承搭的 可是逐渐下来很多年以后 他们发现到说政府花很多钱去补贴 可是又很多的民众投诉说 满车都是外劳 就是大家讲话都是这样 我上那个免费巴士 看到外劳我就很不高兴 你去网上看很多留言都是这样 好像他们这些人好像以为说 他如果生活在一个白人的国家 一个白人的种族主义分子 很喜欢你亚洲人跟他坐在他旁边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别的国家被人歧视 我们不高兴 但是回到国内我们自己歧视别人 这很双重标准 对所以政府就是这个州政府就看到了 就觉得不对呀 我做这个东西是要讨好选民 那现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要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想说征收这个费用 这样子呢 这些移工就不敢来达了 因为移工他们一定要省钱嘛 他们搭免费巴士 就是因为他们要省钱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我以前在国外生活 我做穷学生的时候 我也是尽量去想说 英国在哪一方面我可以省钱 我也是尽量省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现在在政府的理解当中 还有民众的理解当中 就变成是一个负担 如果你认为说 今天真的是太多的 所谓的移工搭那个巴士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亏损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是 增加巴士的班次 然后呢征收费用 这个州政府也好 联邦政府也好 不需要一直出钱去补贴 那个免费的公共交通 为什么要搞免费的呢 你每个人收个一块钱 不管你外国人 或者是本国人都可以 我都缴费 那就公平了 而且那时候政府是讲说 要以外国人 他讲的外国人其实是 他的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移工 其实他并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很多外国人 比如说外国学生 外籍配偶 还有在马来西亚退休的一些 一些外国人 他们也都是这个群体里面 还有难民这些群体 这些人以后都要缴费 所以你为什么要歧视这一群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人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我就反对这个政策 要吗就大家免费 要吗就大家都付费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给老人家 或者学生有那个优惠 这我可以接受 但是其他的 有能力赚钱的人 大家一视同仁 其实你在你的文章当中 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讨好性的政策 其实讨好性的政策 其实跟现在首相安华 他所提出的所谓的 昌明大马 他好像又感觉上是互相矛盾的 而且你也特别提出一点 我非常认同的 就是说你觉得这种 口号式的治国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历任首相都没有好结果 但是我们就看到说 在马来西亚 还是一样不断的 这样口号的方式来治国 因为我看到说 从我们以前谈 那个所谓的2020宏愿 三十几年前 那时候你们可能 要么还没出生 要么还是小朋友 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发现到说 我们历任的政府 不断的提倡的 这个口号 那个口号 它的内容 最关键的内容 是不存在的 最关键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民众的福祉 你要把公共交通做好 你要把这个物价 控制在民众 这个可以负担的 这个范围里面 你要让民众感受到说 那个经济效益 我们的经济发展 不应该是不断的 建高速大道 不断的制造新的车子 不断的引进那些 其实让一般民众 没有受惠的这些外资 而是应该要真正去思考 说我们如何 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升级 让民众的收入提高 让民众的生活 可以感到舒适安全 你看像 我刚从日本回来 对不对 日本是一个 经历了三十年 经济低迷的国家 但是你去日本 你会发现到 日本的公共交通 日本的社会服务 日本的这个生活品质 是还是非常好的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社会 可是你搞那么多口号 然后现在你搞的 这个苍民这个口号 其实是说要有 这个以人为本 那以人为本 我绝对同意 可是今天你 以人为本这个人 你又把它划分出来说 一个是公民 另外一批人 好像是不想去照顾 他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去看 整个苍民大马的 他里面的论述里面 他就一直提说 公民公民 citizen 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就想到说 在我们当中 还有很多人 他不是公民 可是他也为我们这个社会 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们如果真的要 以人为本的话 我是很希望 我们的政府 是把这些 所有在马来西亚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这些人 他只要不在这里 做些饭科 他不要在这里 就是闹事 给别人制造麻烦的话 他跟我一样生活 我为什么要排斥他呢 我应该把它纳进来 这样才是一个 真正的 苍民的一个本意 但是我觉得 我们距离那个还很远 历届的政府 没有真正去想说 什么样的政策 才是惠民的政策 其实南方 你刚刚提到一个概念 我觉得是真的是 我们要好好的讨论 就是 现在我觉得 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苍民大马 以人为本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政府很多的这个政策 包括这一次这个 go care 向外国人征收费用 这个事情 常常让我觉得说 我们的政府 一直在把人来做分类 他们 我们 穆斯林 非穆斯林 土著非土著 对土著非土著 就是 所谓的苍民大马 不是就是 要把所有的人 都当做是一样的吗 所以 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 还是看到说政客 他不断的 在分你我 为了什么呢 可能就是为了 他的政治利益 所以这件事情 难道真的在马来西亚 这个新的团结政府上台之后 都没有一点点的进步和改变吗 你觉得 我个人认为说 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族群的论述 或者是在这个 人道的这个论述上面呢 我们还是很缺乏 没有花太多的心思 去建立一个 新的进步的 这个论述 就我们就以人道来说 人道这两个字眼 就是说 我不管你的国籍是 为何 我不管你的族群背景 为何 你的宗教背景 为何 只要你有需要 我们国家的政策 就会照顾到你 然后就是 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说 你们纳税人交的钱 你在为这个国家 辛勤的付出 国家有给你回报 我们常讲社会契约 其实民众跟国家的那个关系 其实就在于说 民众的付出 国家也要有一定的回馈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整个人道的论述上 并没有 然后像你讲的 我们喜欢去分 把人就是分类 当然我可以理解说 政治人物或者是从政者 或者是 可能有这样子的需求 对 他有选票的这个考量 他需要争取某一个群体的选票的时候 他会讲一些话 然后是让那个特定的群体 感觉到舒服 可是让另外一批人感到非常的愤怒 所以这是政治人物 经常会做的事情 而且这样子就撕裂社会了 对 撕裂社会 但我觉得更可怕的 更遗憾的问题是在于说 民众自己没有意识到 说这其实是 政治人物惯常使用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不喜欢人讲说 为什么你要去分穆斯林非穆斯林 为什么你要去分土著非土著 为什么你要去分马来人非马来人 我们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马来人也认为说 他们的所谓的土著政策 也被政治人物滥用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 有很多的贫穷的华人 或者印度人也需要得到帮助 但是国家没有照顾他们 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 我们认为进步的 马来人认为说应该要完全废除 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 但今天我们要想的是说 在我们在讨论这个论述 国家的这些政治论述的时候 或者是国家的什么 这个政策的这些精神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无意中 陷入去排挤其他人 今天我只是要求政府 承认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不高兴有土著非土著政策 我希望他被废除好 假设哪一天他真的被废除了 那请问华人就会不会停止歧视 移工了呢 肯定不会 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已经建立起对移工 或者是外劳 这种非常负面的那个论述 我们常会听到别人讲说 你不要好像外劳这样 好像外劳这样是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就他对在很多人的眼中 就外劳就是肮脏的 就是做那种低下工作的 譬如说有一次我说我喜欢骑车 哎呀 为什么你跟外劳一样的 你喜欢骑脚车 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上看到很多的 移工骑脚踏车 而且是很多这种很便宜的 进口的二手的日本的脚踏车 很多移工是他们老板买给他们 或者他们自己去花了钱 存了钱去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共交通很烂 然后他需要上班的时候 他如果走路很远 对不对 那他就骑车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可是在很多马来西亚人眼中觉得说 骑脚车是外劳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马来西亚人做的 骑车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把我们买回来很贵的 几万块的脚踏车 抬上车子 开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就在野外骑车 骑上山什么这样子下来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骑车方式 对我来说 这种就是你就算是骑车 骑脚踏车 它都变成一种有阶级的分类 包括有些店比如讲说 可能它是卖很多很便宜的货品 人家又讲说 你不要去那边买东西 那边是很多外劳 去买东西的地方 有问题吗 就好像人家讲说 某个日本品牌的杂货店 这个超商连锁 现在在马来西亚很红的 人家讲说 在日本是外劳才去的 日本人不去的 我听到这种论售的时候 觉得说外劳去又有什么问题呢 就移工去有什么问题呢 他当然是去选那些 那种价廉募美的店 去买他要的东西 这是合理的选择 对不对 那我们不能够因为说 别人做了一个合理的选择 只是因为我不喜欢 他的社会背景 他的工作内 他的工作背景 他的阶级背景 那我就启示他 我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政治人物分裂选民呢 但是他们必然会做的事情 可是选民自己内部呢 不应该再继续去分化别的人 这才是我们自己要去反省的 对我们要去反省 我们不要被政治人物所影响 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 你在文章当中有提到 这个以巴冲突 或者我们现在叫做以哈冲突 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国内政治人物 包括首相 他自己都带头 而一直不断的在踩一个立场 在支持巴勒斯坦等等 没有问题 但是后续所造成的这些的问题 包括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企业 被杯葛 然后很多人失业 我们没有看到政治人物出来 说任何一句话 或者是来让人民停止这种的歧视 或者是停止这些的杯葛 除此之外呢 其实你有提到一个非常 连遗憾的事情 就是你也觉得这个非常的虚伪 就是表面上这样子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对于巴勒斯坦 在马的难民的遭遇 他们的求协权 他们的工作权 我们似乎政府并没有太多的 这个动作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跟我们聊一下你的观察是什么 巴勒斯坦议题 长年以来一直成为马来西亚一个 政治操作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们知道说巴勒斯坦人 面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压 然后以色列又是以犹太人为主 其实以色列公民里面 也有一些是穆斯林 也有一些是阿拉伯人 也有一些是基督徒 当然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那我们也知道说 犹太人这个字眼在马来社会 在木铃社会是充满负面的 这个感官的 那在过去这么多年呢 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 我认为这个立场是我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同情支持巴勒斯坦的 只是我的立场是两国论 我不赞成说消灭以色列 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我认为说应该是要两个民族 两个国家和平共处 当然会很难达到 可是那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在马来西亚就变成一个政治操作 我认为非常讽刺的就是说 我们很老远的要跑到海外 要想要派物资什么 到加萨去声援巴勒斯坦人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在国内同时也有两三千个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可是他们没有 因为政府的那个焦点呢 其实主要是在那个政治操作上面 可以讲说是为了要拉台 在穆斯林民众当中的这个选票 可是我不知道成效有多大 因为我们从最近的这个补选的成绩看到 好像并没有很大的这个成效 对不对 那反而你又让一批人觉得说 本来支持你的人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 好像对你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 好像感到很模糊了 所以其实是赔了富人又责兵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那与其这样你不如说 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们去以人为本去思考说 今天有这么多难民移工在马来西亚 我们如何去改善他们的扶植 他们当中也有这个巴勒斯坦人 现在你搞这个免费巴士收费 向外国人收费 在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后要搭巴士 他也要给钱 那你不觉得这是很讽刺的一个做法吗 我们就不能够回到一个人本的那个角度 去处理这个事情吗 一定要把人这样子去撕裂 要去分化吗 对不对 是 那么其实你也长期都在 就关心这些社会底层的人 包括是这个外籍医工 或者是难民等等 我很认同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应该要 就是善用这些的难民也好 或者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 甚至是无国籍的人士 让他们有工作权 来弥补我们国家的这个劳工的缺口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看不到这件事情 反而我们现在又看到说 要把这个外籍移工的这个比例 要降到15%以下 然后又要再克更多的这个税 在他们身上 这个其实坦白说 我发现很多的外籍移工 他们在世界各地 包括是在迪拜也好 或者在台湾也好 他们有更多的这个工作的选择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如果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外籍移工的 这个比例调低的话 那我们的配套措施又是什么 难道我们的这个工业 已经不需要外籍移工了吗 就是首相说 说一句说我们要自动化 明天就能够自动化吗 这个其实都让我觉得 都还蛮百事不得其写的 你提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很难善言良语讲清楚 但是我可以精简的讲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真的 不想要过度的依赖移工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政府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民众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问题是 你在要达到那个目标之前 马来亚的产业首先你要升级 可是我们没有升级 你看为我们马来亚经济 做出最大贡献的几个产业 种植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服务业里面就包括了餐饮 这些都是大量的依赖外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本国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那如果你哪一天 马来亚真的已经不再依赖 这些大量所谓的 这个劳力密集的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外籍工人的人数 降到你所希望达到的那个水准 可是现在来说 放眼十年我认为还是很难 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盘的 经济转型的计划 再来就是说哪怕是你搞很多的机械化 日本已经非常成功了 你去日本你就会看到说 日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餐饮业 现在也是要依赖外籍工人 依赖移工 有很多越南人在那边 以这种陪训员的 或者是以这个实习生的这种 的这个身份在日本工作 因为日本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移工的政策 它不像韩国不像台湾 已经有了完成完整的移工政策 日本呢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多这些你在日本的便利店 或者是餐厅你看到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人 甚至是物资别克的这些工人 其实他们都是以这种培训的这个身份 去那边工作 也就是说连日本搞那么多的机械化 它最终有一些产业 它还是没有办法不依赖外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的生活太舒适了 年轻人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很多另外一个日本社会 特有一个现象说 日本的结婚的女性 不愿意再回到职场 所以很多人呢 他结论他在家里带小孩 他就很开心很快乐 政府以种种的奖业要他回到职场呢 很多不愿意 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 可以讲说是他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太太跟丈夫之间有这样一个共识 是非常难去打破这个文化的这个共识 所以他有他所面对的局限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即使我们认为已经高度机械化的日本 它很多的产业 最终还是要依赖这个移工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 就是当我们的邻近的国家 或者是亚洲国家 比如说日本跟韩国 他们都已经寄出更多更好的条件 不管是生活条件 或者是这个福利 来吸引这些外国移工的时候 我觉得马来西亚应该去思考的 就是我们如何去跟别人竞争 留住他们 而不是现在在想着说 我们要去降低多少的比例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现在观察到 外籍移工在我们马来西亚 他们的生活的处境 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有几次在国际机场 看到外籍移工的时候 我看他们被 他们要搭飞机可能是来 或者是回家乡的时候 在机场他们是被安排在 坐在地上的你知道吗 就对他们是完全 是很不尊重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当别人 别的国家都在吸引他们 让他们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外籍移工 如果在这里不受尊重的话 他们会思考说 为什么我要来马来西亚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会遇到 更多这个老公短缺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马来西亚要去思考的 就为什么我们的政策 不能够更宽容 然后更让这些移工 在马来西亚 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 适合工作的国家 是尊重他们的地方 受到尊重的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说 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 其实有很多人 也不是说很开心 因为他们可能也面对 新加坡社会的歧视 新加坡人开口闭口 就联邦人怎么样 就有一种歧视性的字眼 都会有的 因为我自己在南马长大 我很清楚 就是新加坡人 对待我们那种优越感 我觉得这是每个社会 都难免的 只要那个社会 稍微有一点钱 稍微有一点发达 他就会瞧不起 那些所谓的 比较穷的国家的人 所以新加坡社会 有这样的一种优越感 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知道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 是不允许社会上 对这些移工 有歧视的那个做法 他会尽量的 在政策上去完善 包括我最近跟新加坡 一个工会的代表聊天的时候 他说新加坡政府 现在努力要做的 就是他们要在那些工人 住的那些宿舍 他们是中央系统的那种 管理的这种宿舍 很多那种南亚的移工 就是住在这样的宿舍里面 那经过COVID的这个疫情 两三年下来 新加坡一开始也被人批评 说他的政策不人道 然后现在新加坡政府 想要修复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在这些 移工聚居的这些社区 也给他们有这种 设立一些廉价的超市 然后也让他们有公园 休憩的地方 休闲的地方 他们可以骑脚车 他们可以打羽毛球 可以踢足球 我觉得新加坡政府 已经意识到说 他要让国际社会看到说 新加坡是一个适合外国人 不管你什么阶级的外国人 你可以是IT专才 你可以是金融界的人才 你可以只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 但是你在新加坡 你会受到尊重 我觉得这点是 我们要给新加坡政府的肯定 至少说他在这方面 他看到了 当然还有很不完善的地方 那马来西亚 我们如果还继续的 把这个工人当作是商品 我们每天去计算多少 进来我可以赚多少钱 我可以省多少人头税 然后我可以从这个工人身上 拿到多少的这个利润 我们的这个仲介系统 是非常非常的腐败的一个系统 然后就把人赤裸裸变成商品 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在机场看到 他们这些对待移工 坐在地上的 我经常会看到这个情形 我以前在泰国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些班机是特别安排 从在泰国转机 可能是因为机票便宜 会看到大批的尼泊尔人 或者是巴基斯坦人 就坐在那 跟我同一班机就来 马来西亚工作 然后他们都是赶鸭子样子 就是有人就告诉他们 你要一群人这样子上机 他们又不懂英文 也不懂泰文 也不懂马来文 就是认别人死患的那种 我自己看了 也是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很人道的一种方法 我们再回到说一两百年前 当时是坐船来南洋 你以为华人来南洋 印度人来南洋 我们的条件很好 我们的祖先 我听过我爸爸 我没有曾经被错 对 我听过我小时候 就听过我爸爸讲 他还在世的时候 他在马来亚出生 后来也坐船 因为马来亚经济大萧条 1930年代的时候 又回去中国的海南岛 那个船上就这样子挤满人 然后就是大家就小朋友 要抢饭吃等等之类的 这种经历我们很多华人的家庭 老一辈的 大概我们的祖上都有经历过 那今天的这些移工 他们现在科技发达了 然后现在他们不是坐船 他们是坐飞机过来 但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我们的心态还是一样的 这些人就是廉价劳工 他是来给我赚钱的 我好像对他有一种 缺乏一种人性的对待 我觉得人类很多方面 科技各方面都进步了 可是人的那种歧视 这种政策依然存在 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是 所以真的是希望说 我们的政府真的是不要带头 来歧视这些外国人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还要去多思考一些 不要因为要讨好本国人 然后就对外国人进行一些 排外的条款 或者是一些歧视性的条款 那说回来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够只靠政府 说不带头歧视 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意识 不要去歧视别人 不要去歧视别人 我觉得从用语开始 包括不要叫别人外劳 不要给人家取奇奇怪怪的名字 还有看待他们的眼光 以及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去 对他们来做更多的一些 不管是在生活上面的关照 或者是帮助 他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应该对他们心存感激的 是 好 今天非常 谢谢南发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你们邀请 谢谢你 谢谢你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你回来 正在YouTube观看的朋友呢 欢迎你可以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 财经所有的最新的影片 自由时事 自由聊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 请不吝点赞